曹操兵败赤壁 领着残兵败将 败到乌林 曹操乐乐 他手下的武将问他因何发笑 曹操说 我笑这诸葛亮可周瑜至谋不足 他们要是在这安排一哨人马 嘿 随不能把老夫全军进墨 我这兵啊 也得损伤大半 曹操这话音还没落呢 赵云领人马杀出来了 一切子把这些曹兵杀得是四散奔逃 曹操是夺路而走 好在赵云呢 没有苦追 曹操这才松了一口气 再往前走一段路啊 就走不动了 都饿了 曹操让他手下的军校 抢了一些粮食 想在这儿啊 埋锅造点饭吃 还没等把锅埋下来 呼听远处一阵大乱 有军师来离报 骑兵丞相 大概追兵来了 啊 曹操和他手下的这些武将啊 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了 一听追兵二字是不寒而栗 他们赶忙上马 扭向回头一看 由后边上来了一二百口子 到了跟前才看清楚 哎哟 感情是曹操手下的那些谋士 他们由李典和许楚 保着追曹操来 会合一处啊 曹操一看这些谋士啊 心里怪不是滋味 怎么回事呢 都改模样了 那寻忧假许成欲留业履钱 原来一个个都多神奇啊 现在您再看 帽子也烧了 胡子也娇了 衣服也破了 袋子也折了 靴子都跑丢了 有的连眉眉都没了 烧的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那是创的 大概这就叫此一时彼时啊 别看一个个这么狼狈 礼节还没丢 到曹操的跟前都共守十里 给曹丞相道寿经 曹操也按赴这些位谋士几句 曹操一想啊 别在这做饭了 咱们赶快跑吧 怎么回事啊 这儿啊 离乌林很近啊 说不定有打奶孩 就上了一股子追兵 那实在受不了 现在是无力应战了 咱们干脆到前边啊 找个脾静的地方 去造饭者了 这儿太危险 这儿太危险 中军校一听 指得是尊令随行啊 原来曹操不是想取到荆州回许昌吗 现在看来啊 荆州去不了了 怎么回事呢 江东人马是处处设卡 而且派陆逊为先锋 把去荆州的道给堵死了 如今呢 曹操只得率领着这些残兵奔南郡 开始曹操不想奔南郡 因为南郡和江东人马在那对峙着 他看那地方危险 现在没法子了 非走南郡不可了 去南郡 只得投奔江陵 这南郡呢 按现在来说呀 就是一个地区 他算是一个地区所在地 曹洪不是在那镇守着呢吗 如果要是赶到南郡呢 也就算有救了 曹操问手下的军校 那么奔江陵 从哪走近呢 军校回禀 说只得走南宜陵 过湖路口 那就快到江陵了 曹操一听就走这儿吧 这时候雨呀 可小多了 雨虽然小了 可是这些军校一个个 劳伐的不得了了 没往前迈一步啊 大概都得咬咬牙发发狠 有的谋士一看这哪行啊 赶忙往前一带马 骑兵丞相 让这些将校能不能歇息片刻再走 这个 曹操在马上回头看了看 他心里明白 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啊 一个个都累坏了 甭问 肚子饿得也有点受不了了 可是没办法呀 不敢在半路上停歇 你要一停 追兵上来怎么办呢 那不更糟吗 曹操想了想 前面不远是葫芦骨口 到葫芦口歇息不吃 遵令 众军校子们一听 丞相答应了 走到葫芦口那可以传口气 大家一听 这精神为之一振 有点笨头了 到前面哪里躺躺坐坐呢 也是好的呀 等他们赶到葫芦骨口前 曹操传令 先歇息歇息 然后呢 造点饭吃 哼 随着这一声令 哇 怎么了 全都躺那了 躺哪了 就地躺啊 什么山蛙乱石 树葱山岗 陡坡 灌木林下 围草坡前 躺着的坐着的 趴着的握着的 什么形象的都有啊 这时候有些军校啊 就捡几块干送地方 干嘛呀 埋锅造饭呢 武将们摘亏卸甲 摆马鞍子也卸下来了 把那马放一放 马也都饿坏了 就啃那荒草啊 再不就咬那树皮 那玩意不好吃 不好吃也得啃几口啊 这些谋士们呢 是解衣脱帽啊 干嘛呀 这衣服都湿着呢 得亮亮 然后啊 扶着曹丞相 想给丞相找块地方 叫他好好坐那歇歇 哎 就在灌木葱前 这有一块青石 文武扶着曹丞到青石前 让曹丞往这一坐 然后请丞相 昆衣 还拽呢 就是您把衣服脱下来 亮亮 曹丞身上那件红袍 红袍 现在没有正经色了 烧得糊不烂啃的 好几窟窿就是眼睛了 那也得脱下来亮亮 要不然 把丞相腾出病来 怎么办呢 搁哪儿亮去啊 拴根绳子 哪有那功夫啊 就迎着风 往那树枝上 这么一搭 吹吹就得了 这时候啊 中文武啊 有亮窥的 有晒甲的 那些军校啊 还有载马的 载马干嘛呀 那点粮食不够吃啊 大将的战马 还不让杀 就得挑那兽马载 杀马冲击 曹操往这儿这么一坐 文武往两边一站 嗯 曹操看了一看 点了点头 然后他是 熟年短虚 仰面大笑 曹操不是 长虚吗 啊 烧焦了一半 剩一半了 所以改短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乐得周围这些文武啊 打了个冷战 怎么回事啊 哎呀 丞相 心说您手下的这些军校 都这等模样了 一个个狼狈不堪 您怎么反倒 碾然大笑 心说您别笑了 在乌林您一笑 把赵云笑出来了 现在怎么又乐了 不知丞相因何发笑 烈功 劳夫小诸葛村夫无谋 小儿周瑜少治 啊 大老心说什么 这诸葛亮和周瑜还无谋少治啊 行了 他无谋少治就把咱们都给制成这样 要是在足智多谋啊 大概连丞相您在我们 连个魂了尸首都没了 可没人敢这么说呀 丞相 怎见得诸葛无谋 周瑜少治呢 烈功请看 此地山春险要 要是老夫用兵啊 我必定在此处安排一哨人马 嘿 我等 虽不能全军进末 可也所剩无几啊 可是周瑜和村夫孔明 他就没想到这一招 所以我说 他们用兵啊 是徒有虚名 嗯 众文武一听是点头称赞 丞相所见 高人十倍 还捧呢 众谋是这话音还没落呢 就听 随着一声炮响 四下里喊杀 针天筋骨大作 烟火突起 休得叫走了 曹贼啊 这时就听半空打了个劈雷 不是打雷呢 那是有人在喊 那生死劈雷啊 曹贼 想往哪里去 你家三将军 张飞 在此等候你多时了 随着这句话就听 出追马一声长鸣 哎哟 曹贼的真魂差点吓得出了窍啊 他在青石上怎么一摘冷身子 闲闲油的那块石头上栽下来 旁边两个人赶忙把丞相给扶住了 曹贼吩咐 带马 一个个吓得昏飞魄散 曹贼是上马 呸跑 夺路而逃 他先跑了 张飞来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也得打呀 许楚吩咐带马 有人把他的战马给拉过来了 许楚飞身上了马 上了马呀 蔡明被过味儿了 哎呦 这马没备安子呀 张辽和许晃 唯恐许楚去张飞不下 他们要驻阵 三个人滑了一下迎着张飞就上来 一个钉子行 往三将军跟前这么一站 张飞一看这三元将 他乐了 张辽许晃和许楚都纳闷 这张飞怎么回事 他笑什么呀 笑我们他 几个人互相这么一打量 哎呦 一个个扫子是面红耳赤 怎么了 这三元大将 这相大 张辽啊 是有亏无假 徐晃有假无亏 再看大将军许楚 是没亏没假 只穿着一件空心战袍 仨人呢 清一色 那战马都没安子 全铲齐着 怪不得人家张飞笑 哎呦 笑得这几元大将是羞愧难当 许楚一想怎么办呢 这也得打两下子呀 哎 干嘛呀 他想把战马撒过去 撒过去了没有 没有 怎么回事啊 这武将的战马呀 你得俩脚踹绷绳 腿瘤 腿瘤飞 小腹一碰铁不凉 哗的一下 这马就冲上去 现在全没有啊 你说这怎么办呢 嗨 虚楚一着急 啪 回过手来 就在这马的后胯上抽了这么一枪杆子 这马才明白 哦 主人要打仗了 哗的一下 他往前这么一长腰 好吗 差点把许楚游打马上给闪下来 张辽 徐黄也过来 张飞力战三将 一场混战 这三元大将哪有心思打呀 让人家张飞啪啪 啪啪蛇毛 把那战袍给挑了俩窟窿 几位赶快是拜马而逃 他们早就看见了 反正丞相已经夺路走了 干脆咱们也跑吧 曹家将要是纷纷逃散 好在三将军呢 不苦追不舍呀 追了一段路啊 就不追了 张飞带顶这人马回去 是就地开饭 嘿嘿 看见了没有 一出大营 我不让你们带甘领带 为什么呢 因为曹操啊 在这儿把饭给咱们做得了 呵 众军校挑起大纸啊 三将军神机妙算 嘿嘿 张飞赶忙拜了拜首 我有什么神机妙算 这都是咱家军事 了师如神啊 吃吧吃吧 张飞呀 那是打心眼里头 佩服诸葛亮 可不像是在伯旺坡用兵的时候了 当时他接过将领去 心里头是一点没服啊 现在是伏伏在地 要不是军事传令的时候再三叮嘱 张飞三将军今儿个非把曹操生擒活捉了不可 哼 便宜了曹贼 为此啊 张飞才没追 张飞这一步追啊 曹子松了一口气 他就怕追兵不舍呀 那就完了 好厉害的张飞张义德呀 别说现在 我这点残兵败将 就是我摔领百万虎狼之师的时候 在党娘瞧前 张飞面无半点聚色呀 我哪打得了他呀 曹则一边跑着一边再马上回头看 离着这追兵渐渐远了 这心里都稳当了 正往前跑着呢 有人来禀报前面出现岔路 这时人马已经来到岔路口了 前面这两条路是一条大路 一条小路 这小路是直通华荣道 这华荣道在哪啊 就是现在的湖北尖利东北 要是走大路呢 多走五十里地 走小路呢 近五十里地 大路平坦 小路路窄道华 坎坷难行 请问丞相 走哪条路为好 曹则一听 哎 你们可以登高一望 探听路上有无动静 然后进军 遵令 几个军校赶忙跑到山头上去了 看了半天呢 然后这才下来禀报 骑兵城下 通往华荣小路 有几处滚滚浓烟 那大路上是安静无声 哦 曹操听到这沉思半长 然后传令 兵进华荣 从华荣道走 哎呀 旁边有几员武将 这么一听且慢 丞相 方才军校不是已经禀报过了吗 通往华荣路上 有几处浓烟的 常言说风烟起处 必有军马呀 何必找这个麻烦呢 这小路走不得吧 哎 曹操摇了摇头 几位将军 兵书生说 实则须之 须则实之 你别看通往华荣路上 有几处浓烟 那是假象 你看那大路很平静啊 哼 说不定准有埋伏 因为诸葛亮 诡诈多谋啊 他特意派人 在通往华荣路上 点起几堆烟火 迷惑我呀 然后在大路设下伏兵 想把老夫全军进墓 嘿嘿 我梦得偏不上 村夫之大 我就是不中你诸葛亮 这个诡计 两军作战 不仅斗勇 更主要的是斗智 曹操心想 哼 笑儿周语 村夫诸葛亮 我曹梦得呀 军事才能 比你们两个高得多 众文武一听 都把大纸竖起来 呈相妙算 我等莫及 丞相您真是个高人 嘿嘿 曹操洋洋得意 把脸咱们一甩 吩咐人 赶快 头奔 华容 曹操领着这些人马就奔华容道来了 曹操自己觉得呀 自己很聪明 可是呢 他就没聪明过人家诸葛亮 这两军作战 估计揣摩研究对方 十分重要 这次在华容道 诸葛亮就反复研究了曹操 他都研究曹操什么了 首先诸葛亮研究曹操 看到华容道上空的腾腾烟雾 曹操会怎么想 他看完了烟雾 他是走大路啊 还是走小路 诸葛亮知道曹操这个人是熟读兵法 善于心计 也就是说呀 他善于动脑筋 曹操想问题比一般人想的深 他深的什么地方 按照常规来讲 不论是谁把人马带的这盒 这么一看大路上静悄悄 而且平坦宽阔 小路山道崎岖 而且还有团团烟雾 绝对不能走小路 一定得走大道 曹操就不见 他反其道而行 我偏走你这冒烟的地方 肯定诸葛亮在大路上设了埋伏了 所以他偏走华戎小道 就这一点诸葛亮算把曹操的心思给摸透了 他正是针对曹操这种想法 所以先在小路上放这么几团烟雾 设下了埋伏 诸葛亮比曹操想的又伸了这么一层 这就好比跟下棋一样 跳马出局拨边炮 你看三步棋呀 人家看五步棋 看五步的这位 一定胜过那看三步的 这就叫棋高一昭 就在华荣道 究竟走大路还是走小路 这一点上诸葛亮就比曹操高了一昭 他走到华荣道这一看这山势 哎呦 这华荣道这条路可太难走了 被这曹军给累的呀 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 人呢还勉强的能往前挪动挪动 这马都不行了 那马只要往地绳这么一趴 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下象棋合适都成了卧草马了 可是那人也别坐下 坐下也甭想起来了 连恶带动 现在啊 这雨不是停了吗 风向可变了 改成西北风了 刮东南风的时候啊 那滋味还好点 这一改西北风每个人身上都结了这么一层刀冰 一走到其咔嚓之响 肚子唧咕噜再这么一叫唤 身上无衣肚内无石一个个眼前发黑 还想爬山走路 哪走得动啊 再说还那么些带伤的呢 被烧伤了的那些军校啊 拄着棍走 那些招枪中箭的一个个互相拖了着走啊 说走好听啊 都快成了爬了 再看那些打着棋翻招展的那些小校 原来还打着棋子走啊 后来就扛着棋子 最后拉着 拉着拉着都拉不动了 把棋子都扔了 反正这么说吧 得什么扔什么呢 身上最好连一点分量都没有才好呢 减轻重量 好行军啊 就这样都走不了了 曹操走了走了一看 怎么前军都不动了 有军校来禀报 启禀丞相 前面是陆窄道华 有很多泥泞 把马蹄子都陷住了 所以啊 前军行动十分困难 就是走不了了 啊 曹操走了走了一看 就听着这块火了 岂有此理啊 三军打仗 风扇开路 御水碟桥啊 怎么能发现点泥水 连路都走不了了呢 传卧将领 让戴商的军校 在后边慢慢走 强壮军族 都给我单突砍柔 割草 割鲁尾 干嘛 舔勾电道 人马活松而行 我一令 折斩 曹操说完了 让张辽带领几元大将 是提刀监事 有持还者 立斩 曹操干嘛 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怕追兵上来 这令船下去了 立斩呢 立斩也走不了了 那军族真走不动 有的呀 就连柴草一块 都垫了钩了 哎呦 哭嚎之声 不绝于路 那死者是不计其数 哭的这个惨呢 曹操一听着 哭声的气更大 常言说 死生有命 何哭之有 如果再有哭者 杀 嘿 曹操比方说 带三艇人马吧 一艇人马 落到后边去了 有一艇人马 填了钩了 只剩下一艇 跟着曹操往前走啊 好不容易 连滚带爬 过了这条险道 前边啊 这路稍微平坦点了 曹操回过头来看了看 哎呦 身后只剩下三百来人了 没有一个是衣服整齐的 没有一匹马有鞍子的 看看现在 再想想兵进江东那时候 唾手得京香 兵马一道将临 83万人马乍称百万 沿江闸下营寨三百余里 那是多么的威风 今儿个呀 就剩这一小堆堆人了 曹操赶忙把鞭子这么一挥 他这是暗下一令 催动人马 快走 是越快越好啊 旁边的谋士武将这么一看 但如今是人困马乏 还望前赶路啊 正想能不能在此少歇片刻 曹操摇了摇头 不能在这歇啊 赶到南郡在歇息吧 又走了这么一段路 曹操猛的这么一抬头 他打量打量周围这环境 然后他用左手一推呼吁 是仰面大笑 哇哈哈哈哈 众文武机灵打了个冷战 每个人身上都起了一层冷戈的心理 你说我的丞相您怎么要乐 第一次您在乌林一笑 把赵云笑出来 二次您在葫芦口一笑 把张飞笑出来 现在您怎么要笑 丞相您又因何发笑 嘿嘿嘿 列宫啊 我还是笑呢 孔明与周瑜 这两个无能之辈 如果要在这安排一少人马 你我都得束手遭亲 曹操这话还没说完呢 只听前面惊天动的一声炮响 五百消刀手 验别翅排开阵当中一员大将 跨下赤图兽 手提青龙刀 挡住了曹操的去路 请不吝点赞 转发转发送后 药送洞